新店碧潭路14号下方有快闲置空地 长起来遭人占用丢清垃圾 形成脏乱死角 经过了新店区公所改造美化 现在变成了绿地小公园 不仅对于碧潭风景区周边环境品质有所提升 也让附近的居民多了一处休憩的好地方 新店著名景点碧潭风景区 美丽的景色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但位于碧潭西岸在吊桥附近的碧潭路14号下方 过去因为是闲置空地 长期遭到占用以及垃圾丢弃 树木杂草重生形成了环境脏乱死角 这边就一直闲置着 闲置着是杂草慌乱 而且一些治安的死角 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乱丢垃圾 导致流水引起排水的流量 经过太平里里长李谢素贞的反应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协助争取 新店区公所在去年9月开始着手进行美化工程 如今完成第一阶段 总工程经费约625万 施工面积约500平方公尺 新店区长朱思荣表示 这次的工程除了大幅度改善原本空地环境 还新增了体建设施 打造成周边居民的小小公园 同时顾及食用和环保 采用透水糊泥土扑面 让雨水自然下盛补充土壤水分涵养 有原来荒废的绿地 然后不但沟渠进行了诊治 然后现场也设置了一些长辈这边 可以帮助长辈这边运动的一些体建设施 那当然主要也有考虑到 环境上的保水透水 所以我们的路面是有设置的 这个是透水混泥土 然后也能够让自然的水源 能够透过地平设施之后 能够到土壤里面然后进行到含氧水源的功能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指出 碧潭风景区东岸各项设施完善 西岸的部分则需要加强 而这次能够将闲置空地改造 对于整体风景区的观光品质将会大大提升 长期招人占用 然后倒垃圾等等 所以其实它第一个影响景观 第二个也是非常脏乱 第三个还是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公所 这个非常努力来规划这块区域 那同时我们也跟新公处争取了625万 来做这个整体的改善 而这块区域也新设了楼梯 以相余为异象设计串联了碧潭路 并且贴心增设了照明灯具 减少阴暗死角 整体环境变得干净明亮 新店区公所表示 未来还会持续美化 逐步改善碧潭风景区周边环境品质 也让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